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些很杂的一些观点和经验 我们常用的C和弦都是用C的原位和弦 本位和弦 我们在钢琴上是Do Mi So 以Do 尾根音的话是C和弦的本位 然后第一转位是Mi So Do 第二转位就是So Do Mi 所以我们有一种C和弦的按法就是加上 加上我们的中指按住 我们的无名指按住六弦的三平 我们的小指头按住五弦的三平 这个其实就是C和弦的转位 在钢琴上就是第二转位 有时候我们可以用第二转位 那又是另外一种味道 不要浪费它 这是一个观点 第二种观点就是我们常常可以用我们的食指来帮助我们 甚至我们可以敲敲我们的弦 打弦 打出声音来 一方面锻炼我们手指的力量 一方面有些人在打出这些声音的时候 他的右手就可以在指板 在这个面板上就可以来打板 就可以打 所以常常敲打一下训练手指的力量 另外呢 这我们的食指按住呢 也可以训练一下其他手指啊 那个快速度 熟速 训练一下我们手指的速度啊 这样以后solo的时候呢 就会非常有用 好 分享到这 拜拜